大家好,我是Tom,回到玩進激的巨人Tetus 今次會講回分隊長、實力、後半戰 多了主力巨人討伐作戰2 用回這個角色跟上次一樣 會增加掉落量 總共有15關 調落也會調落海船之證 有利屬性是倉窮屬性 交換所看海船之證 可以換回調查兵團 三位角色的角色碎片 彩色的覺醒石三顆 或者倉窮屬性的素材 經驗結晶、淺 指令會多了每日任務 打完主力巨人討伐作戰2 至少要打一次每日 另外 主力巨人討伐作戰 主力巨人討伐作戰1 主力巨人討伐作戰1 打出10次 和月之分章 土伐之證、海樹之證、入手數量 有跳過卷 有跳過卷 出了新角色 漢吉 這個樣子好像有點輕忿的樣子 看一個口 流了口水 看回這個角色先 黃金屬性 進擊型立體機動裝置單體 攻擊 AP是3 隊長的黃金屬性 攻擊力30% 嘩 越來越高1% 越加越多 會比過往的加調查兵團更好 如果你砌黃金隊超厲害 現在 SB技 就是自身和兩體遠程驅逐兵器 指定位置 應該是拿去 捕獲巨人 可以鎖定 特性就是出擊時突擊型的攻擊力20% Buddy Attack就會有 波扎德 艾爾文 李維 艾倫 還有 尼法 還有這個突擊斬首那個 以及上次講過的 副隊長 這幾位 Buddy Attack就是這個範圍攻擊 攻擊回數有3次 攻擊力有6725 所屬兵團是調查兵團 還有新增資料室 在廣場最右邊 總共有31款的場景卡 現在他應該就送了一張其他的版本 N卡 收集碎片 去組合 他就會獲得這張卡 這張卡 他會有寫 增加些什麼 例如這一張卡 就加紅蓮屬性的攻擊力4% 效果一攬就可以看完全部 不同屬性加多少HP 攻擊力和部位破壞力 看回公告 他會說 由N卡 開始累計 稅片可以上到SSR卡 還有 發佈期間 可以獲得稅片 看回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有9個稅片 基本上可以上到SSR 記得在禮物盒拿回 之後就可以解放這張卡 今集玩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